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昨天欧美股市重挫 今天台北股市该如何面对 我可以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机会来了 你们太幸运了 因为这个盘我们有两个利空 昨天讲过 这盘有两个利空 第一个利空是台币的问题 昨天各位投资朋友看到台币一扁就扁到32块 一扁外资一定卖的 一定卖的 这保证一定卖的 我昨天还举过书闲的例子给各位听 书闲买台积电 买了一个月都不上当 结果因为书闲是外资 买了一个月都不会动 但是他买的时候是31块半 现在变成32块 夭壮 高平还没破洞 他已经先输了钱你知道吗 他已经输五毛钱了 输台币输五毛了 所以他会怎样 买 还用说 所以这个是台币贬值之后 你看看今天如果继续贬的话 我跟你讲他继续卖 这一定的 这一定会卖的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希达的问题 希达的问题 那这个昨天的这个希达 现在目前这个看起来 好像是反对胆 胜选的机率还蛮高的 因为他们说他们要加薪 第二个 他们要增加工作机会 不是 如果要说这个 别说他算了 我算我卖掉了 我让你们每天吃三重都吃饱鱼 不是都用鱼翅输出口 我一定当选的 那么好 每个人都加薪 每个人都有工作机会 这样子我选也算了 所以我看这一次这个希达 游得完了 好 可是我觉得他们也是在搞民粹 你那个经济那么差 你还要加薪 你还要偷离欧元区 你还要有工作机会 我觉得这是出来闹的 可是这样子好像得到民意 所以欧洲昨天紧张了 紧张了 那第二个是昨天的一个德国 公布他的这个 这所谓的通膨率只有0.1% 你会想说0.1% 这样物价又没去 这样不是不错吗 其实错的 一个进步的国家 国家的进步 那个是物价要温和的一个成长 温和的上涨 你总不能说十年前吃一碗面五块钱 十年后吃一碗面又五块钱 不可能嘛 所以它会温和的成长 但你不能暴涨暴跌 就比较麻烦 那这样子不是很好吗 通膨连跌也不是很好吗 这怎么会好呢 因为昨天原油跌 他们紧张了 原油一跌 这个通膨率很低的人 他就会紧张 因为他会进入通缩 所以这些面临这些通缩的国家 原油一跌的话 夭壮 怕死 我要进入这个所谓通货紧缩了 那完蛋了 所以昨天美国是 欧洲是这两个因素下跌 但美国昨天跟人家跌什么 美国也跟人家跌 昨天美国道琼也跌了331点 他跟人家跌什么 他跌什么 他跌他的原油 他们美国有一个美国的亲原油 那个报价跌破50块 跌破50块 其实坦白讲这是利多 他们也不知道在紧张什么 因为他们也怕他们的一个 所谓的通膨率拉不到2% 其实就不用拉 你不要拉到2% FED就不会生息了 他也跟人家跌 所以这个我想 是因为欧洲的一个跌势 影响到美国 大家担心欧洲的一个问题 这个所谓的西大的问题 可能会引发这个欧元期的一个危机 所以还是这个问题 好不好 但是这个是一个消息面的东西 我们最主要还是在技术面 我们说讲过 你这个给它涨上去了 这个过高 这个就是一个背离 很明显的背离 这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背离 背离之后 不是说改死 背离之后就是要补量 我们就看这个量要怎么补 有没有补出来 要补到什么程度 我们昨天讲过 这个量一定要补到850到950之间 有啦 还记得啦 好 那我们来看看昨天补到多少量 昨天有补量 真的有补 不是没补 昨天补到了807亿 也是不够 不够啦 我们说过850亿到950亿 所以量还补不够 那补不够呢 它是一定要震荡 来 同学朋友 我们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我们基本要有 我们也是要补量 那股票开盘到有太盘 震荡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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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股票会有量吗 绝对不会有量 绝对不会有量 所以你要有量的话 要震荡幅度要大 你那个什么霞幅震荡 那是补不到量的 那是一定量缩的 所以曾明忠才说 那个涨跌幅要扩到10% 就是它的幅度要大 量就会增加 好 这是第一个观念 第二个观念要怎么补量 一个 往下杀 我们曾经常常听来讲 下杀取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拉抬 往上拉抬 市场就会追 所以两个最好的补量方式 一个是往下杀 一个是往上拉 这是补量的方式 所以今天我想一定又会再震荡 上下的刷席 那幅度越大 量真的越快 听清楚 幅度越大 它这个补量的速度越快 那当然了 今天这个一定是比较凄惨的 今天原则上 这个看能不能开低 把这个9182把它跌破 因为我昨天看电视 每个人都跟你讲 这个过年之前 我叫你多单出清 反手防空 昨天那个开盘之后 最低点跌了100多点之后 我空单回补反手做多 实在 总是说今天这个跌破 哇 假嘴 旁边嘴 对不对 看到一个低点拉下眼线 这个就是买点 根本我们刚用 所谓的那个成交来看 那根本就不是买点 因为量还不够 可是 事实上它刹下来往上拉 每个人都认为 那个是买点 那个是买点 最好今天开盘 它这个跌破 那这样子就好 比较好玩了 好 那会不会跌破不知道 我们希望它跌破了 因为至少这个量还是不够 好 到目前为止 听清楚 到目前为止 那这个一个上涨 这一个上涨 它突破了这个高点 那现在是因为量能的一个 量能草的一个背离 所以它需要修正 听清楚它需要修正 那修正不是这个大 大坡的修正 是这一段的一个修正 这一段的修正而已 好 既然是这一段的修正 所以现在原则上 就算它拉回来之后呢 这个都还是一个买点 都还是一个买点 所以我刚刚就跟各位恭喜 恭喜 因为 我们怕它没烤 如果它烤的时候 我们还知道它会精力 烤下去 这点就好 我们怕它一直背离上去 一直背离上去 那就不用玩了 那没什么好玩的 那现在有拉回的话 那投资本开始要注意这个满讯 原则上今天应该是一个 先下后上 或者先下后盘的行情 听清楚今天 今天应该是开盘之后会 稍微弹一下 稍微弹一下 然后就会再往下打 那往下打之后会再往上拉 或者往下打之后 一种是往上拉 一种是往下打之后 就在这个地方盘 这个就很容易出满讯 这个就很容易出满讯了 所以你要看它怎么走 原则上先下后上 这个满讯不一定会很明确 但是如果说下了之后它开始盘 这个满讯会比较明确一点 所以你要看看今天怎么去满 那指数的一个部分 我想你就按照我刚刚跟你讲的 其实八九不离十 今天尊公来再开架 不然今天会收红线都不一定 这个K线我们在预测 大概不要说天天准 但六七层都有 这你放心 K线的颜色 这个你慢慢看就知道了 慢慢看就知道了 好 那你不要以为这个影线是很强 有什么大支撑 没有啦 因为量不够 量不够 所以这个影线都必须要重测 甚至于破这个低点 我都觉得很正常 好不好 好 那指数跟你交代一下这个地方 那你会想说 指数变得 指数会跌 我股票我也快来走 你忙这样 你买的应该不是红海 你买的应该不是台积电 你买的应该不是金融股 对不对 所以这个跌跟你什么关系 外资卖也是卖那些股票 跟你没什么关系 昨天那个 上市的涨平板有18家 上柜的有28家 加起来46家块 50家的一个涨停板 那难不成那些股票是怎样 是假的吗 所以你现在股票跟指数可能要分开 因为占权重的股票 那是外资的股票 外资回来他一定会操作这些股票 这一定的 但是因为中小型股 这是内资介入的 我记得我们在封关之前有一天 不知道哪一天我忘了 那一天外资有买100多亿 有一天外资买100多亿 我看是哪一天 应该是这一天了 突破这一天了 应该是12月 12月29号这一天 对 12月29号这一天 外资买了100多亿 那我就那一天就跟人家讲说 这个都是假外资 外资真正大外资已经休假了 他怎么可能回来跟你买100多亿 那一天所有涨停的股票 到今天都还在涨 那个就是假外资 以前都说抓不到抓不到 那一次就抓到 抓不到 那是说我今天是金管会事务 没有要抓 我也抓到 我只要书先抓 抓你们看 那个太简单了 好不好 好 这是在一个指数上的变化 那么已经告诉大家说 这个落地好的买盘征兆 可是重点的个比资 标过在哪里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德投顾 纪念是因为有太多回忆 来不及复习 分享是要让每一个人明白 爱与幸福永远存在 传递是为了把每一分思念 送到属于它的位置 纪念 分享 传递 中华邮政 个人化邮票 五哥 你在北海牧羊辛苦了 你寄来的羊货水饺我收到了 其实最近我们都吃亚邦羊肉水饺 亚羊肉 鲜美香甜 梅羊香味又不燥热 有高好吃啦 最好吃的亚邦羊肉水饺 羊来了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德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提货股票双征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顾 顾德投顾 好 再刚刚余总 订领给大家 好的落体买盘征兆之外 那么个别股体赛又是在哪里呢 余总 好 那今天我们可能要看看 这个昨天最热的 这上次跟你们讲 你们就不听 就想说 这尤达差不多了 起到高档面板 那我不敢买 大家就那个 当中一直买 买买 看昨天上来 我看都有人在打空档 实在是算 有时候IC在找保险就是这样 你看这个股票 你用日线看你一定会紧张 那我上次已经交代过了 你用那个月线来看 一点都不紧张 而且会觉得很兴奋 为什么 你看看 你看看 结果就是这样 月线 友达月线 好 那你把它扶一条线 最近常常在教你补一条线 好 这一条线补出来 你有没有觉得它是一个什么 WD 有没有觉得 是一个大底 而且是一年两年三年 三年以来才有的大底 然后上个月 上个月 这是昨天的而不算的 上个月这根红线 是不是刚刚突破 有没有 上个月的红线 刚刚突破这个大底 所以上个月是一个刚刚突破 夭壽了你突破 高费突破的时候 好 长多 赶快卖掉 拉回再买 赶快 好 先空 这个过高一定会拉回 也挺正经的 昨天一万三千多张空弹 对啊 这只会吃烂 这会惨 人家会惨 好 尤达 康尤达 刚才一架就给你锁住了 你可能没有什么刺激 你想说不然记得这我看群创也比较弱 因为昨天有打有锁 群创没锁 你每天在想这个你会害 昨天外资买最多的应该就是群创 所以我看这个部分 同志你如果 我们这样 我们做告别 来来来 我们做告别 你比较冷静的 你如果说钱的很坚定 冷水去沖沖 因为 你做股票是这样子 做股票不可能拔把银 不可能拔把银 但你要避免把把输 你只减输你就是赢了 你知道吗 少输你就是赢了 你看尤达不爽 你看他不爽没有关系 不爽就不爽 反正你看我也不是很爽 你只会看书嫌爽而已 比较帅而已 你不爽你就不要做他 你不要做他 别打败没问题吧 你不要那个手箭又去空他 那人真的又起来那是咖式 这真的咖式 你开玩笑 减贪就没关系 不要再嫌疏 那如果说这个部分不想 不想这个我不要 这太刺激了 这个已经都每天叫我追高 我以前就是都追高 你以前在这里算不可以追高 你以前人家大海高 这五十几块你算不可以追高 对不对 什么叫做高什么叫做低 你一定要去比较一个八块的 现在涨一倍当然也高 但是你比较你是三十几块 五十几块的 是七十几块的 那哪叫高 看你的机器在这里 好我知道 现在勉强你也没有用 我不要来勉强 好 我问你 已经来说得很清楚的就是说 这个面板起质一定是 如果不是供给出面对 就是需求出面对 好不好 那不是供给减少就是需求增加 现在看起来供给是没有减少 反而需求是增加 需求是增加 那这样子就会造成什么 它的一个价格波动 所以因为美元在涨 你这个面板要涨 这样应该机会不高 但事实上它真的在涨 所以应该是需求上来 那如果是需求上来的话 现在要开那个面板的新产能 也不是说 我今天要来投资面板 我要来弄一个唱 不好意思 三十五 你又不是现在投资钱 马上来就有面板厂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这一次可能 各位要谨慎一下 你如果真的不敢买 可能要买到这里 买到周边林主舰 周边的 那周边林主舰 我上次有跟各位推荐 这个明基彩 其实那个奇美彩也一样 明基彩也一样 都一样 都是做那个偏光板的 但奇美彩 它的现行比较弱一点 那我举比较强的 那为什么会比较强 因为明基彩 它还要做医疗器材 它有医疗器材 整个明基有在转型 这个离离睡了 最近都没啥在说话 他没啥在说话 最近没啥在说话 因为当初西门子 还有一些丹保抢而已 他关了他 现在很低调 没啥在说话 我可以带回他的心情 但是人家虽然没在说话 不像郭董那些说话 但是人家真的有在导致 他在导致什么 他现在没有在 他在导致上面的IT产业 什么代工 没有 他现在在开病 开医院 还有 他已经变成那个什么 悬浮济世了 他现在电脑不做了 他现在做那个什么 做医院 他开医院 他在大陆开了好几家 好像听说是六家 棉基医院 棉基医院 那个医院 开了在大陆 听说生意还不错 你若变一变 变一变 你是中国人的话 一样是中国的医院 跟台湾的医院 你要去哪一家 当然要去台湾 台湾艺术高明 对不对 台湾所有的精英都在当医生 我是还不够 要不然我去当医生 我是头部带而已 不然我还是当医生 所以台湾的人才都要医生 所以台湾的医生 应该全世界最好 最漂亮的 来 好 这是另外额外的部分 但是以这个 这个陷阱来看的话 是不是跟 跟我跟你讲的那个 落底 打底 沉底的模式一模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他带量突破了 有没有 带量突破 量缩回撤 有吗 有吗 好来 开始启动长势了 现在开始启动长势了 这个就是我在跟各位讲的 一二三法则 有没有 一二三法则 这个 你如果会当 看是要什么 因为智慧的心 手机稍微挤一下 不然 别怕 等你家的拚 稍微挤一下 挤等拚 记等拚 也叫勉弃 这做股票基本的 基本的你一定要掌握这一段 我们没有本事从这里赚到这里 但是我们至少要赚这一段 这一段可以一样化葫芦 赚这一段就好 对不对 所以你要好好把它记起来 这些股票八九不离奇都是如此的 这个昨天你看这一根红线也够长了 那其实就是瘦面板 瘦灰面板 那这种股票你都不用去追 都不用去追 这个有什么小红小黑的话 你就进去买 不管它涨还是跌 你不要去买它涨跌 你买它K线就好 你碰到那个小红小黑 会小红小黑一定亮缩 它如果亮缩的话都是小红小黑 你用那个时间去买 应该还不错 你就不要去保持那个什么 我要去沙滴追高不要 你就瑕浮震荡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要去琢磨的话 你一定要趁那个小红小黑 可以去买 亮缩的一个时候去买 应该比较OK 那除了这一块之外 你还可以注意到 你如果面板 面板是要做什么 面板一定是做电视 面板要让它能电当 做动一定要有一个驱动IC 对不对 所以你看那个连勇股价很强 驱动IC总是要有人家封装测试 对不对 所以你整个产业链就上来 现在做封装测试 全世界最第一大跟第一大 第二大都在台湾 就是南茂 南茂跟齐榜 齐榜好像比较大一点 全世界驱动IC 封测做最大的第一名第二名在台湾 南茂跟齐榜 所以这整块的你为什么不去留意 包括你那个智慧型手机 你要那个要启动它的荧幕 那个也是驱动IC 就一定要用这种东西 所以这个是必备的 所以面板一上来之后 整个周边它就慢慢上来 面板不敢买 你去买这些周边的一个股票 可能会好一些 好 那我们刚刚也讲过了 涨天板的股票那么多 其实你如果 只需去研究 这些股票为什么涨天板 其实它还是经过这一段 还是经过这一段 很多 党党股票都是经过这一段 那我昨天也举过这个例子 哪时候会涨 涨到哪里 这个都可以计算的 用等区百动来计算 我们昨天算智源 对不对 好 为什么智源会在这个地方顿掉 我来看昨天智源有没有涨 智源涨就不去了 对不对 为什么不去 因为这差不多在这 因为幅度已经到了 所以他现在要整理休息 要走另外一条路了 但是他基本的落底 打底 沉底 一 二 三法则 人家都有标准在做 所以我们学这一套方法之后 会知道哪时候应该买 量缩回撤的时候做买进 这个等区百动达到满足点之后 要做一个卖出的动作 这很清楚 所以我们爱的兄弟就要 这一直做下去 好 昨天跟各位介绍的是网通族群 网通族群 昨天最强的应该就是 这一党的 这个建汉 还有这个所谓的那个 那个友训 这两党都还蛮强的 那这个都是一样 都在走第三波了 好 那昨天跟各位讲的 出了这个 你今天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在营建股 投资与投机 上面有的是导租 上面有的是导租 这个你要知道 好 这个昨天是平盘附近 因为昨天跌 整个营建股都跌 那只有它平盘 只有它平盘 算强势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随时可以启动第三波 这是它的一个 基本面的一个东西 好 那另外呢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也是一样 用一二三法则来选股 那这是一个图形线形比较像的 而且现在是在走二 二 你看量一直在缩 那我们看这个量 它随时如果有一天 某一天 某一天它放量的话 就会启动三 这是三四九八的阳城 它会启动 因为你这个量压压压压 它不会再压的时候 量就会弹上来 量一弹上来 就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线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 也大家要留意一下 那另外我要举例 就是说 我所讲的都是一个W底 那是不是都一定要W底 才是这样子 错 这个底部可以是一个原型底 可以是一个矩形的一个底部 可以是一个头肩底 任何底都一样 一旦突破了成底之后 都要走一二三法则 任何的底部都一样 好 那我今天举的另外一档股票 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头肩底 不过它现在还没有撑底 对不对 它还没有带量突破 有没有 我们现在只看到 量一直在往下坠 它还没有带量突破 那等要带量突破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走 所谓的一个什么 一带量突破 二 量缩回撤 三 等去买动 所以你现在可以观察 它到底有没有带量突破 如果它有带量突破的话 你等它量缩回撤的时候 进行买进的一个动作 那现在这一档股票是举例 给各位来看 你的一个自旋股里面 可能要加这一档 台大电 你来加进去 它放量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突破 有突破的话 可能涨到一个高点之后 开始要做回撤了 那回撤的时候 一定要带量缩 量缩的时候 你就可以陆续去注意了 琢磨一下 其实这个股票是这样 股票如果有底 只要有底 就是有机会 只要有底 像框海就底还没有出来 所以它还要震荡一段时间 这昨天也讲过 所以有底的股票 你应该现在 你要把精神都放在这个地方 你看有个股票 去那边边 就去两倍 其实它刚开始 就是在这个底 那这个底的时候 你可以做到的话 你会站在那个起跑点 那个最好的一个位置 所以你好好地加油 好好的努力 好不好 好 非常谢谢余总 那我们刚刚所提醒的大家 在整个教授上的关系 跟变化里头 能不能做出一个带量突破 这是今天所定例给大家的地方 明年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锁定 再会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不得投顾拥有期货 股票双证照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不得投顾 Soon everyone you love will be dead What do you want 地表最强老爸 怜恩怡讯最终一集 1月9号 即刻救援3 五哥 你在北海牧羊辛苦了 你寄来的羊肉水饺 我收到了 其实最近我们都吃 亚方羊肉水饺 羊肉 鲜美香甜 梅羊三味 又不燥热 有高好吃了 最好吃的亚方羊肉水饺 羊来咯 人月效应 红包行情完全攻略 华信投过 邱鼎泰策略分析师 精彩讲座来咯 1月10号礼拜六 早上在嘉义 下午在台南 1月11号礼拜天 早上在中立 下午在台北 免付费报名专线 0809 077 888 0809 077 888 五哥 你在北海牧羊辛苦了 你寄来的羊肉水饺 我收到了 其实最近我们都吃 亚方羊肉水饺 亚方羊肉 鲜美香甜 梅羊香味 又不燥热 有高好吃了 最好吃的亚方羊肉水饺 羊来咯 打破平面世界 HERAM取面一惊 有形 看见完美曲度 有色 创联精彩网络 和莲赫TV 世界真美 HERAM 五哥 你在北海牧羊辛苦了 你寄来的羊肉水饺 我收到了 其实最近我们都吃 亚方羊肉水饺 亚方羊肉 鲜美香甜 梅羊香味 又不燥热 有高好吃了 最好吃的亚方羊肉水饺 又来咯 三立华居大赏 一月靠华流 完整收入 超华华卡 六款方面任意卷 华流一月靠 现场各项中 万通国际证券投顾 正派热诚专业 精准掌握趋势方向与时机 剃投资人 看守好每次